今天還帶了四天王之一 其實你有四尊 對不對 有四尊 今天特別把其中一尊帶來 對 因為它有一點重量 然後它是一個主件 就是它是這個 很純 對 很純 然後它就是說 底下其實還有一個座 可是今天就是我的助理 幫我準備的時候 我們包裝起來 它少帶了一個 它其實還有一個 它的座就是底下 就是有四個 壽族 對 壽族 對 這樣子 是 那這個我覺得 今天特別帶來這個 就是四大天王 我覺得這個是現在 整個國際間非常需要的 對 它風調雨順 老師 我真的被最近這個地震 從0403地震到現在 我每天都覺得很暈 你知道嗎 對 因為我就會覺得 DNA到底這什麼時候 2024難道就會一直這樣子 非常的 我覺得因為震到 我們每個人心惶惶 很動盪不安的感覺 對 到頭了沒 到底到頭了 還沒啦 還沒 現在才年初而已 天啊 但是我在這個 農曆的2月25號的時候 因為2月26號它是要 就是說這個季節要交替 就等於是已經到3月 那時候我在FB 就有提醒大家要小心 就是說3月是 農曆3月是地震月 然後就隔天就是4月3號 就開始震 震到現在 美蘭你能不能為我們臺灣 做一些祈福的一些什麼樣的活動 其實就是跟秦老師報告 也跟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分享 就是其實我在觀音店 每天我都會三柱香起來 然後比如說提供樓 我就在玉皇大帝那邊祈福 我第一句話就祈求 我們的玉皇大帝 諸佛天神還有天龍護法 來保佑我們國泰民安 風調與順 是 希望可以越來越好 好不好 大家心存善念 然後一起來祈福 我們每天就是說 可以播出一點點時間 來祈福國泰民安 風調與順 祈求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和善 來護佑所有的眾生 能夠平安健康 能夠每天的生活 能夠安穩 心安安心 各位觀眾 安啊 安啊 美燃在此 大家就安了 那說到四天王 他真的有沒有一點 比如可以震災 或者是他可以幫助風調與順 這樣子的功能 我這邊幫美燃稍微解釋一下 在佛法裡面 我們宇宙的中心 有一座山叫做虛泥山 這個山有多高呢 這個山有八千八百 八十萬遊巡 那一遊巡大概是十萬公里 所以你看那個多高啊 在這個山的中間 有另外有四座小山 這四座小山就是護池 我們這邊宇宙的中心 宇宙的中心有四個地方 比如說像我們叫做南展步洲 我們這個銀河系是南展步洲 南展步洲裡面呢 就其中就一位天王 他在護持 所以我們住在南展步洲的這些生物 其實都還蠻有福氣的 就是說雖然有輪迴 但是是活在一個還蠻 蠻應該講說 蠻享受的一個環境 如果你到別的地方去的話 你比如說你如果是去地獄輪迴 就是在 你是在虛泥山底層的話 那好慘喔 每天都在游泳 是 你知道在哪裡游泳嗎 在水銀裡面游泳 那個水銀的溫度 就差不多兩百度 天啊 對 好慘 所以在南展步洲的話 我們最有機會就是 可以接近神佛 還可以修道不要來輪迴 可以行菩薩道 有機會升級 對 是 所以雖然我們這個環境 還是有一些什麼地震 天災 人禍 但是因為我們有宗教信仰 是 不會殺生 不會害人 這個最重要 而且今年2024年也叫做 就是說一個因果展現的一年 就是說業力展現 如果說我們做得不好 就會在今年有這個國報 所以我們要心存善念 心存善念一切都會化解 這一個四天王其中之一 我知道你有四個都有 那四尊是怎麼來的 這個就是一個緣分 其實我滿感恩的 就感恩菩薩 就是在我觀音殿 我的這一個元神宮的服務當中 有很多善之士 那我這一個信眾 他也是一個佛教徒 那他以前就是跟先生都在大陸經商 然後大概在十五年前 他們回來台灣 然後這是他們在內地 在哪裡買的我不清楚 他就請了四大天王 可是他請回來台灣之後 他不知道要怎麼樣安置他們 在哪裡比較適合 很多人都有這樣的問題 對 然後他就一直把他 很好的完整的倒包著 放在他們家的儲藏室 很可惜 然後有一次就是 他到我那邊就是 命理諮詢的時候 然後跟我談得滿愉快的 因為我也是佛教徒 然後談著談著他就說 老師你好發心 蓋了一間這麼大的一間廟 然後你還在興建當中 我相信我有一個寶物可以 你這個廟可以好好的 善家來利用 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會祈求大家風調雨順 就是說國泰民安 所以他就有四大天王 跟我結緣 對 是 就是因為這樣來的 所以現在他都還在 在哪一邊 在殿的哪個位置 他在 我現在是把他 安置在觀音菩薩坐殿的底下 對 因為我 觀音菩薩的神殿底下 他有一個秘密基地 然後我把他安置在那裡 本身他們四位也是互法天王 對 是 是的 所以像這種 就是為了我們 我們自己黎明百姓 祈福 我覺得這個是 太偉大的一種行為 所以 如果可行的話 改天 我也互持一下好不好 我也來互持一下 這個太重要了 那我們先來順利這個 這是一個軟欲的 柯的 托塔天王 他是北方的 北方托塔天王 那這位天王 他的那個 比較重的是智慧 他比較重的是智慧 那托塔天王他本身 在我們那個 這個封城榜裡面 是 就是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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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 法力無邊 是 那這雕的 雖然 沒有很 沒有很細 對 不過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這是 這是已經 該雕的都雕出來了 是 然後放在這個上面 我覺得 是 非常有怎麼樣 威嚴 所以這個 宋的人 也算是 很有 那個福德 其實他們夫妻 很喜歡這個 士大天王 但是我們研究半天 也不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材質 這就是軟欲 軟欲 和田軟欲 但是這個和田軟欲 因為他含的那個 他玉質的部分比較少 所以他雕出來 你看 就有點白白的 主要是他的死粉很厚 好 不過像這個 這個把它雕起來 雕這麼漂亮 這也很難得了 是 而且還有四尊 對不對 今天就這週 我們來評估看看 好 來 老師請見價 天王我們是不能評估 我們只評估材料錢 跟工錢好不好 對 這個是 那是四尊是五萬元嗎 沒有 就這一尊 對 光這一尊 一尊就五萬元 是 而且是一整套的 對不對 是 非常謝謝 不容易帶來 我覺得今天亮老師 我們節目真的是 我知道 其實很重 很重 對 然後要把它保護好 包好 我剛剛看包了好幾層 是 很小心翼翼 因為很珍貴 對 信眾的心意 喜愛大巡寶家的觀眾粉絲們 我們有YouTube頻道咯 只要在YouTube搜尋 東風衛視或是掃描下方的QR Code 就可以收到最快最新的節目內容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 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